今天上午,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,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胜利闭幕。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主席台就坐,汪洋主持会议。 会议通过了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关于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, 政协章程修正案,关于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和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政治决议。 汪洋在闭幕会上发表讲话,他指出,人民政协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,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同览各项工作的总纲,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,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,坚持大团结、大联合, 坚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,发扬优良传统,忠实履职尽责, 奋力谱写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新篇章。 汪洋指出,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个庄严的名称, 清楚地界定了它的性质和作用。 在十三届全国政协即将履职之际, 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清醒地把握这个名称, 也是这项制度赋予我们的使命。 人民政协是政治组织,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。 人民政协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, 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履职尽责。 人民政协是专门协商机构, 必须求真务实提高协商能力水平。 汪洋说,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, 人民政协要坚持一切活动以宪法为根本准则, 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履行职责、开展工作, 切实增强尊崇宪法、学习宪法、 遵守宪法、维护宪法、 运用宪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。 汪洋最后说, 新时代呼唤新作为, 人民政协要以共同目标寻求最大公约数, 以大团结、大联合划出最大同心源, 以协商民主凝聚强大正能量, 以改革创新激发工作新活力, 努力把不同党派、不同民族、 不同阶层、不同信仰的海内外中华儿女凝聚起来, 形成致力于实现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。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奋进在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真诚上 人民政协顺利完成了又一次新老交替 立足新起点 迈向新真诚 期待各位委员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积极投身到贯彻落实中共十九代决策部署的伟大实践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们 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砥砺前行 不懈奋斗 特派记者北京报道